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了黄晓明采访时,所提到的夫妻相处知道,在杂志中黄晓明说到baby经常和男性朋友玩到很晚,但他很放心。 以前黄晓明采计这段婚礼时,就说过他是一个很喜欢给别人安全感的男人,而baby让他很有保护欲,他也很喜欢对他公主抱,也喜欢陪他去逛街。 在杂志中黄晓明还说,baby有时候经常会出去玩,但他不会催促或者多过问,baby经常也会跟男性朋友玩到很晚,但是都不会喝酒,每当这时候自己就会跟baby说自己先休息了,哦,让他好好玩。 看到这网友高呼,黄晓明真的太乱心了,这样的老公请给我来一答。 黄晓明跟baby在2015年结婚,2017年,两人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宝贝,晓明叫小海眠。 虽然黄晓明比baby大11岁,但并不影响两人婚后的甜蜜生活,而且两人还时不时的秀恩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